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视图操作工具 什么是视图呢 我们刚才介绍了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单一视窗 称为透视图perspective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切换到不同的视图 例如你希望从上方来看这个场景 你可以选择top 上方 如果你要从侧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选择left或是right 不过你可以注意到后面这个地方 有英文数字代表什么 代表你如果要切换到某一个视图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英文字母 我们看一下left 从左侧来看 那如果说你要从前方来看的话 你可以切换成front 用快速性也可以 我们其实刚才有讲过 p就是切换到透视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会有消点 对不对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消点 我这边拉近给各位看一下 像不像是一群建筑物 对不对 好 要切换到上视图 按t top 切换到前视图 按f 前视图 切换到底部 你可以按b bottom 切换到底部 切换到左边 可以按l lift 切换到右边 有没有快速键 不好意思 右边没有快速键 因为r是什么 r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缩放 qwer 那个r就是缩放 所以 右视图没有快速键 不过如果说你要切换到 右边的话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按键盘的v 因为按下键盘v之后 会出现这个viewport 视图选单 我们再选择rightview 这样就可以了 从右边来看 好 ok 我们再切回来 切回透视图 你可以稍微旋转一下 老师这个怎么做旋转 我等一下再分享给各位 这也是用快速键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它有八个不同的按钮 这八个不同的按钮 其实跟我们在选择不同视图的时候 也是有关系的 现在老师在这个地方 切换成四个视图了 我们刚才有跟各位介绍过 如果你要切换成单一视图 或者是四个视图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按一下 maximize viewport toggle 将视图最大化 再按一下就还原回来 对不对 好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边有个黄色的框框 黄色的框框代表什么 黄色的框框代表使用中的视图 现在我切换到front前视图 好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前视图 它是用wireframe的显示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切换 如果说你希望它变成这种 Smooth加highlight显示模式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wireframe切换 Smooth加highlight 好 然后这个edgeface 你看现在这个edgeface灰色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edgeface必须先在Smooth加highlight的模式下 你才可以切换到edgeface 好 这边补充一下 如果你要切换wireframe 和Smooth加highlight的话 可以用快速键F3 按一下F3 切换到wireframe 这个地方不会马上更新 好 再按一下F3 又变成Smooth加highlight 好 你看 来滑鼠游标碰到这个地方 就改变了 所以刚才老师讲这个地方不会马上更新 好 不过F3确实就是让你切换两种不同的显示模式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工具Zoom 可以让你做拉近或是拉远 感觉上好像是缩放 可是实际上有没有缩放 没有 我们只是走近看 所以物件看起来比较大 离开远一点 物件看起来就比较小 好 这是Zoom 那如果说你希望四个试图都做拉近或拉远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工具Zoom all 拉近的时候 四个试图同时拉近 好 可以看一下 同时拉远 如果你希望能够尽量让这些物体放到适当的大小 可以在这边按一下Zoom Extend 那因为我刚才是在上试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试图 这些物件已经尽量放大到试图 接近试图的范围 如果你希望所有试图 这边的试图都能够 放大到适当大小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点选Zoom Extend All 每一个试图都放到适当大小 好 这里Zoom Region 如果你想要把某一个范围放大来解释的话 像我如果想要看这个范围 你可以用圈选的方式 拖曳 你看放大了 对不对 好我再切回来 在这地方 好 接着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Pen View 平移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用滑鼠拖曳 可以平移 这个是在上试图上的平移 那我们现在在透视图的话 透视图也是可以平移的 你可以切换到不同的视角来观看你的物件 好 讲到切换视角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工具 Orbit 可以让摄影机产生旋绕 所以我们在这边点选之后 用滑鼠拖曳 你可以把它转到背面来看一下 转到背面来看这个物件 或者是从上方看 下方看 我们在做一些3D模型的时候 经常需要转动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尤其是做一些生物类模型 比方说做人物角色 或是动物 那做建筑外观也是一样 做室内设计也是一样 我们经常都要转到不同的角度 所以其实 Kevin 老师其实不太常用这个ViewCube 这个ViewCube 通常我都会把它隐藏起来 我一般是不用这个的 而且我稍后还要再介绍各位一些快速键 可以让你很快的去操作视图 好 那最后这个按钮我们讲过了 就是把它最大化 或是还原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哪些快速键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去操作这个视图 首先如果你要拉近或拉远 你可以用滑鼠上的滚轮 往前拉 是拉近 往前推 是拉近 往后呢 是远离 如果你要使用平移 这个Pan View 请你按下滑鼠的中键 其实就是滚轮的那个按键 按下中键之后 移动 就可以做Pan View的操作 平移的操作 为什么我们要叫这些快速键呢 因为在你建立模型或是修改模型外观的时候 你不用频频去切换这些视图工具 这样子我们在操作上绝对会有效率上的提升 好 接着我们再看Obit 这个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老师现在呢 并没有去点选那个Obit的工具 我就可以转到不同的角度来看 好 它的快速键是什么呢 按着键盘的ALT键 按下不放 ALT键按住不放 然后再按滑鼠中键 其实也是滚轮 我们再用滑鼠拖曳 这样就可以转到不同的角度 了解吗 所以一般来讲呢 老师是不太用这个ViewCube的 怎么样把这个ViewCube隐藏起来呢 按右键 在右键选单的Config 把Show the ViewCube取消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把它取消 不过如果说你会用到的话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把它隐藏起来 就让它维持在视图右上方就好了 好 按下OK 它就隐藏起来了 好 那下次如果说你要再打开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这边有个加 在这边加按滑鼠右键的Config 或者是在这边的ViewCube就可以 如果说你们有参加AutoDesk 3DSMS考试的话 那它可能会考你这个ViewCube 在什么地方做显示跟隐藏 其中一个就是直接在ViewCube上按滑鼠右键 选择Config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 这个就是在加这个地方 按右键 描键 我们在这边选择Show the ViewCube就可以显示 那第三个地方呢是在 也是在加这边按滑鼠右键 Config 然后但是你在这个Viewport Configuration这个地方呢 就要切换到Viewcube标签 这个地方的步骤比较多一点 要隐藏的话再把它取消 按一下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是试图操作工具 待会请各位同学先练习一下 这些工具的用法